市長同手同腳了 和長者跳起舞來同手同腳 拼連任推長者政策 柯文哲很賣力 但向來有科的議員高家瑜 被黨內參選人姚文志發言人點名 應該主動退黨 關於姚文志該幫他說話的 我也是很努力在幫他說話 並不是說批評柯文哲 或者是說幫柯文哲說好話 就對誰的民調有加分 或是就會讓民眾支持誰 我覺得重點還是候選人本身的努力 不應當一個候選人的發言人 出來講這種話 這個我想說一個比喻 應該是狗咬尾巴 不是尾巴咬狗 這個我覺得這實在是怪怪的 我的意思是說 不要為了一個人或一個派系的利益 去綁架整個黨的利益 甚至影響到整個台灣的國家利益 不忘幫緩加不止高家瑜 連北市府顧問周餘修也遭點名該退黨 柯文哲要朋友多敵人少努力結盟友 但對於已經分手的民進黨 隨著柯文哲民調跟人氣回溫 這條界線卻也成為綠營內部界地 其實我跟你講我本來都沒有那一種計畫 就是就是一個就是我們當時也是信守承諾 就是無黨籍把這個市長做完這樣 話說的保守 但現在民進黨黨員若不挺自家人 還公開力挺柯文哲 似乎成了劍霸 就怕真的成了殺雞儆猴 人人自危 幾次的民調全部掉出來看 其實在所謂的民進黨裡面 支持柯文哲還是過半 所以難道要把一般的民進黨員都開除 這也是很奇怪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這種也許台灣的政黨政治 應該走向比較柔性政黨 而不是那種很剛性政黨的模式 和民進黨分道揚鑣後 柯文哲拼連任得靠自己 但眼前民進黨內部還沒整隊完畢 倒先自亂陣腳 柯文哲當然一旁觀望 環宇新聞柯黃銘呂佳恒 台北報導